向志工报到后 就可以入内展开幸福之旅 第一关选一个自己喜爱的背包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布偶 小学生可以找到一个好朋友 上学需要的笔 练习本 以及画画的彩色笔 只要觉得自己有缺用就可以领取 慈激志工还募集了许多课外读物 鼓励他们多阅读 14个家庭因为低收入 居民必须兼好几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 但是慈瑞都慈激志工三年多来的帮助 让社区也在改变 但是我看到一个渐渾光的态度 甚至在我们股股股货 现在我们有多人家帮助 有多 dawn的小学生帮助 有多长的小姐帮助 poder助于湄舀的食品 是为小捐赔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们 帮助我们的朋友们 帮助我们帮助其他国家 帮助其他人更需要 谢谢 我们的心情 我们一起分享 校园幸福背包计划除了礼物之外 也准备25元的限制卡 支持孩子开学各事所需 让家长更为安心 少一份经济上的担忧 大爱新闻 这下美极公美国报道